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四厂已经41岁了 你们家等一下 核四是1999年冬冬 要在22岁谢谢 没关系 你们家等一下要热晚餐 一个20年也好 30年也好 的微波炉你敢不敢按下去 你看热东西吃吃看 我跟你讲我还真的不敢 大 大什么大 我叫大人啊 人什么人 大人做的不对哦 叫可叫 非常叫 叫就叫 你叫我不叫 你不叫我怎么叫我叫你啊 多讲一倍的年纪没关系 反正都拿微波炉比反应炉了 当我看到微波炉 准备转台的时候 正片开始了 只是被电视台剪掉了 于是乎黄世修就说 那你爸妈六七十岁了 是否应该去死一死 现场我觉得我理智线 应该是快要断掉了 那我是说你再说一次 你再说一次 没想到黄世修就居然连讲了三次 黄世修先生 请你出来公开的道歉 不然我打算 即将要来对您提告 土条哥不是八辅寻辅 也没有一官半职 在战情公堂之上大提老母 何志伟问超过二十年的微波炉 你敢用吗 我问他你爸妈活到六七十岁 你就嫌他们太老该去死吗 李志线快断掉的志伟 向土条再说一次看看 土条就再说了一次 志伟又要他再说一次 土条这辈子没听过这种要求 他就又说了 志伟的李志线就断了 剧情开始熟悉 何委员就恼羞成怒 就在我再讲一次 我就真的再讲一次 然后他就说我欠他一个道歉 何委员带头搞年龄歧视 他身为立法委员 对台湾社会跟人性 做了一个最糟糕的示范 事后还要在脸书上 这样的断章取义扭曲事实 用不着一开口就提老母啊 我还提你老母的老母 黄世修没有诽谤也没有侮辱 这样说要告我啦 那根据民进党的逻辑 扬言提告就是恐吓嘛 所以现在何委员 是要再恐吓我是吗 黄世修乱说话 民进党哪有逻辑 那只是绿营办事的制胜SOP而已 和四议题人民自由公断 投票结果出来就知道 作为在吃面的人旁边 负责喊烫的我 只能说两位的比喻能力 只赢陈吉仲 和七十一 四大公投接下来都还有两场辩论 这边帮各位复习一下 土条的形狂记录器 首场辩论会举起葡萄汁 像原本可能代表反方上场 有九价前科的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致意 跟第二场辩论会上 扬言对台电核能发电处处长提告 我手上已经准备好一份 刑事告发状的草稿了 接下来的辩论直播 我的律师团会随时收证 我诚心建议你等一下小心说话 你有权保持沉默 否则你所说的一切 都可以在法庭上 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部署长 你的身家安顿好了吗 这杯是葡萄汁 我不喝酒也没开车 敬Colus的林郑波桃 Cheers 宏都拉斯大选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近日台湾积极拓展外交关系 欧美议员纷纷来台打卡 但台湾在国际上 实质有邦仅15国 其中位于中美洲的宏都拉斯 两天前举行总统大选 约520万名选举人符合投票资格 投票率高达68% 在开出约4成选票中 来自左派自由重建党的秀玛拉 卡斯楚 以53.5%得票率 大幅领先右派执政党候选人 阿斯夫拉的34%得票率 并于晚间自行宣布胜选 将成为洪都拉斯首任女总统 尽管当地已经进入深夜 首都街道依旧集满卡斯楚的支持者 他们挥舞着自由党的红旗庆祝 卡斯楚宣布将筹阻政府 现任执政党国民党 也在投票结束一小时后 于推特宣称选战胜利 造欧盟官权团谴责 作为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鸿都拉斯国内犯罪活动猖獗 政府官员贪污腐败 也成为执政党此次选举最大败因 已经12年在犯罪 12年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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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民党的血缺了很多生命 已经成为了一种改变 谁赢不,这就不帮助一个人 因为经济会一直在一起 目前仍有部分地区未完成开票 而胜算最高的卡斯楚 事前总统塞拉雅的妻子 2009年遭军方政变推翻 归为了12年 自由重建党再度击败国民党参选人 曾任两届首都市长 63岁的富商阿斯夫拉 而卡斯楚也从在选举过程中 看见了红国的财富密码 说要和中国建交 所以我建议我建议 与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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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我真的没有了 红都拉斯5月才传出 要到中国社办事处 18天前现任总统涅南德兹 又来台与小英总统会面 重申对台湾的关系不会改变 美国国务院也在投票前夕表态 希望红都拉斯维持与台湾邦交关系 助理国务卿更在选前出访红国会谈 卡斯楚幕僚也曾向媒体透露 目前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 今年是红都拉斯与中华民国建交80周年 就看接下来是能维持有关关系 还是这次又是世界不是只有红都拉斯了 目前为止我们所收集到的这个结果 不论选举的结果怎样 我们应该都还好 我们跟红都拉斯的这个邦交 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们跟不同阵营的这个候选人 以及他们的阵营里面的 最重要的这些核心人士 都有很深入的交往 而且也有很深入的这个沟通 你讲的头头是道啊 巴贝多 话说天下大事 分九必合和九必分 让我们把镜头转到 加勒比海地区最东边 拥有美丽海滩的著名旅游圣地 有请巴贝多登场 选在建国55年国庆日 科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怀抱 从君主立宪改制为共和国 正式晋级自己的国家自己馆 查尔斯王子也亲自到场祝贺 I Sandra Prunella Mason Do swear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to Barbados According to law So help me God From the darkest days of our past And the appalling atrocity of slavery Which forever stains our history The people of this island forged their path with extraordinary fortitude Emancipation,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were your waypoints Freedom, justi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have been your guides 其实巴贝多政坛早已讨论 去年9月16日巴贝多宣布 国体改为内阁共和制 隔年参众两院通过国体更改法案 选出了第一位总统 AKA巴贝多首位女性律师梅森 取代英国女王地位 Declare Barbados a parliamentary republic 巴贝多面积约432平方公里 是个34公里长21公里宽的小岛 约0.011个台湾 人口约28万 首都为布里奇顿 And from the 17th to the 19th century British elites used this island as a slave trading hub And used enslaved Africans for hard labor against their will on sugar cane plantations Now Barbados feel this last step 1966年巴贝多获得独立 但选择继续成为大英国协的一份子 认定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为国家元首 直到今日正式迎向民主共和 以上种种你可能都不知道 但你一定听过这位 巴贝多荣誉岛民间巴贝多大使 著名歌手雷哈娜 负负责推广教育和观光及促进投资等 也在今日正式受搬为国家英雄 身为近30年来 第一个放弃立宪君主制的国家 看在英国部分人士眼里 这可不单纯 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登哈特断言 中国缩始收买巴贝多 因为早在2019年巴贝多签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开放两国贸易往来 包括中国捐赠笔电平板 投资农工业等等项目 就是要积极破坏伦敦与巴贝多之间 重要伙伴的历史情谊 展示民主的风范 究竟是不是中国的操作 截稿前还没人出来承认 但巴贝多外交不时五天前 也和去中心化虚拟现实平台 The Central Land签约 打算建立巴贝多数位大使馆 承认数位房地产的合法地位 将成为首个在元宇宙中 设立大使馆的主权国家 恭喜巴贝多 这计划的速度 跑得快看不到车尾灯了 快追踪并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